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受到封面云熙通过的影响 几乎全台各地都陆陆续续开始出现一些雨势了 目前呢其实正有一波这个对流云熙正要移进台湾来 所以特别提醒您哦 接下来正要开始下起雨来 大家要多加的注意了 那么呢这波封面云熙呢即将要通过台湾了 预计会影响到明天礼拜五 所以呢受到封面云熙通过东北季风增强的影响之下呢 全台各地在今天都有雨势 而到了明天呢 北部跟东部地区迎封面的地方 也还是持续会有一些短暂的阵雨 同时因为东北季风增强 所以呢气温稍稍的下滑转凉了 只有在中南部地区呢 因为这个冷空气强度这一次没有这么的强 所以中南部地区的天气变化没有这么的大 预计未来这几天呢 还会是一个比较温暖的这种天气形态 所以特别提醒北部跟东部地区迎封面的地方 真的在明天开始会感觉比较凉 同时有机会下雨 湿湿凉凉的 大家要多加留意这样子天气上面的变化了 而另外呢海面的风浪啊 也因为东北季风增强 变得比较大一些些 提醒您海上作业 要多加留意强震风的情况了 至于农业小丁宁呢 今天一开始要提醒的是 现在呢正值荔枝玉荷包它结果的时期哦 在它呢逐渐绿化膨大的这个时期呢 建议您提供水分要有少渐多渐进式的供应水分 才可以有效的预防落果以及裂果的情况 也可以呢比较可以这个度过像现在这种春天啊 有的时候突然下起比较大的雨势 或者是呢温度比较高的这种情况发生了 而另外呢芒果现在也正值开花卓果期哦 为了有效的预防像白粉病 或者是小黄筋马病等等的疾病发生的话 一旦呢发现如果有疾病发生的时候 要赶紧投药 如其然呢就可以有效的预防这个疾病扮演 以及呢确保芒果结果的这个品质了 好勾头来看台湾的天气状况哦 蜂蜜云系在今天逐渐的通过台湾来 明天呢东北季风会增强 所以明天主要的降雨区域会缩小到北部跟东部地区 接下来呢礼拜天到下个礼拜一 短暂好天气的空岛 很快的礼拜二又有一波新的蜂蜜云系要通过 现在啊是春天 所以天气变化非常的大 不仅是忽冷忽热 大概每两到三天就有一波天气系统要影响台湾哦 所以特别提醒您 最近的天气变化真的是蛮明显的 而且蜂蜜系统呢恐怕结构会一波 比一波还要再完整 像是呢现在来看哦 今天通过了这波蜂蜜系统呢 其实就会造成全台各地有明显的雨势了 而下个星期的这波蜂蜜呢 预计降雨的情况还会再更加的明显 所以啊要特别提醒您 现在春天天气真的是变化比较剧烈一些些 大家要持续更新最新的气象资讯了 来看一下呢今天到明天呢 全台各地都有机会出现雨势 不过明天呢降雨的情况会逐渐的趋缓 到了礼拜六呢就只剩下东北季风 迎封面的北部东部地区 还有山区局部地区的一些零星降雨 礼拜天呢到下个礼拜一整体来说 天气会逐渐的转好逐渐的放晴 但是像刚刚提过了下个星期二 又有封面云系要报道 所以再次的提醒您 最近天气呢像春天的这个天气一样 变化非常的大 大家一定要多加留意 持续更新最新的气象资讯 以上就是今天的播报 我们下次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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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